繽紛多彩琳琅满目的瓷器工艺 与艺术彩绘完美结合 加上乡亲编的华丽画风 更显作品高贵质感 同时结合阿里山高山茶的文化 将词汇艺术带入日常生活的用气中 让民众体验匠心独运的首作之美 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可以让大家就是 在很躁动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可以沉淀下来 每一件作品都是要经过一次一次的摇烧 每一次烧出来的效果都出乎我意料 真的会让你真的 那种无可言喻的快乐感 今年的作品呢有262件 主题是福气平安 杯盘城翔 那我们希望它可以艺术走入生活 所谓的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亚洲是瓷器与瓷绘艺术的发源地 发展至今多元丰富 国际瓷绘艺术家徐岳芬老师 有感于瓷绘艺术是中华文化之宝 2013年回台湾希望能够传承 我快70岁了 对 所以我会很紧张 万一你知道老化的现象 万一我的眼睛不行 因为万一我的手会开始抖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再传承下去 今天我看到每一个学生 发挥出来的觉得说 这11年来的努力没有白会 这次连展透过瓷绘艺术的 精巧技法与华美展现 无论是生活写实 王室典雅等风格 都显现出艺术家的异想风貌 新唐亚太电视罗金星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中文词